今天我們會介紹一下如何把iStick裡儲存的歌曲 透過Apps去播放 除了播放之外,其實都可以儲存到iPhone 6裡面 首先我們把iStick放到iPhone 6裡 開啟Apps之後,其實這個時候可以選擇iStick iStick我們預先設定不同類型的Folder 這次我們會選擇Music Music其實我這次會有三首歌 只要選一首歌,它就可以播放 也可以選擇不同類型的歌 它整個Playlist就會出來 除了可以就這樣用iStick來聽之外 其實我們也可以儲存到iPhone裡面的音樂檔裡面 複製之後,只要我們拔掉iStick 其實在iPhone裡面 它摺幾已經有一個Folder 音樂 就這樣可以播放就可以了